孟安之詢,詢討時間15分鐘 主席有請吳院長,請備詢 您好,吳院長 您知道藍三標案,剛剛賴委員在質問 我們的金管會主委說,這個不可能有中資 也很難查得到,事實上他如果轉了很多轉也沒辦法查得到 我們就實際就商業角度而言的話 他如果再轉到很多公司這樣轉來轉去,根本很難查 但是他說沒有中資,這樣的一個背景 在大概3%裡面這個是很難查到的 其他97%OK 但是他的官方色彩,我告訴院長 中策集團,這樣的官方色彩 吳良好,他本身這個集團裡面的那個 他就是中國的政協委員 北京的四個政協,李顯雲 他也是 這幾個主要股東的背景裡面 他們大概這樣的一個股東背景裡面 都是有中國官方背景的 好,那麼中國官方背景未必代表他有中資背景 但是呢,這個官方背景這樣金吞蟬石 我是覺得很奇怪 這個交易過程裡面,中性比他更高的價錢 但是他沒有絕標,反而是 反而是,反而是博士來絕標 這個部分金吞蟬石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是,我想跟潘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案是美國AIEG齁齁 在出售他的股權 AIEG現在應該還有80%的持股 是美國政府持有的 所以等於是美國政府的財政部負責這個案子 好,美國財政部在主導這個案子 但是為什麼很奇怪 他要去標之前呢 他的自有資金 他的租金才十億美金而已啊 當然都很清楚 博士也是金融世衛才成立的公司 是為了要搶藍三 好,在要標之前 我又跟我們銀行團 跟合庫、義銀 可以帶給他三成五 全市都有那麼好的東西啊 我以小博大 還有官方可以貸款人資給我 我只有他繼續如果按照他的標案的話 拿出三百億就可以了 他整個交易是二十一億五千萬美金 他自備十五億美金 對 那其他我們還可以讓他融資 那為什麼我們國內那麼多的標案 你不讓他融資呢 為什麼可以一個上位成熟 而且背景上又很大的爭議 他的企圖心 而且不是專業在做這個金融業務 或是在做保險業務了 固然他要跨行 或是他原來離開本行 但是對於這些原來的員工 或是原來的保護 或是他原來在這個既有的體系裡面 情何以堪啊 那你對這些原來投比較高標的人 對怎麼交代 而且我們還一人口去背書喔 主委 一定你看這要怎麼翻 那要不要丟的事情 我們的銀行團 都代用要成功這人錢 我對這種金融的交易的確是 並不熟悉 那你要注意啊 因為現在的金管會齁 我個人認為齁 從聯動債到現在 金管會一直在當幫忙啦 齁 為什麼咧 你現在要去標這個案 都還沒標 銀行團就來背書了 有台灣的國內銀行背書 他當然美國AIC就比你比較有利嘛 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好 第二個問題 這銀行團背書 廟後要借錢 那投審會到底審核 要不要審核得過 部長 這不是他的事情 金管會 投審會也是依法審查 依法審查我都知道啦 民進委會不會過 我沒有辦法去分析判斷 這是要委員會去審議去做決定的 店長 我跟你說多種過啦 這都量身定做啦 投審會目前就是橡皮圖章啦 他也沒有辦法去辯白啊 就好像 董懷蘭彭總裁講的啊 有可能將來要他立切結書 投審會基本上並沒有立切結書這個方式啊 怎麼會突然弄一個切結書出來呢 據我瞭解投審會對於 投資案件的審查 他有很多都是外聘的委員 一定會很公正而且依法去做決定的 沒有這件事 當然這你應該要關心一下啦 我幫你等下我們國外聘場 我們兩個看法 如果過去啦 你請我一百老爺啦 如果沒有過去 我請你一百老爺啦 我幫你保證一定有過啦 我們有必要這樣來的官商結構 不過這一方啦 用這樣的一個結構 高八 目前這樣的一個編排起排 我認為要過是很簡單啦 而且將來這個問題要更大 更大 院長這個你要注意喔 如果說 用審切結書好 將來他保證沒有中資 或是同等來就撒持出一個殺手劍 你的最終受益人是哪裡 好他最終受益人他保證不是中國的話 他怎麼保證 這個將來誰來中裁這個啊 主委 這將來誰來中裁 難不成 切結書下來沒有規範啊 沒有法律規範 他只能去道德的這樣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切結書啊 那如果 那他就到廟裡面去殺 斬雞頭啊 去抓抓捕 神明作證 這起碼還有內心道德的壓力 是 跟派委員報告 總裁提過說 用切結書的方式 其實這不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如果說他今天切結書內容是虛偽的話 在刑法上 是讓公務員記載於他文書上一個不實的事項 這是有刑事責任的 那為什麼經濟部托審和他們說從來沒有這個規定 我昨天才問經濟部而已啊 而且第二個 好你說他竟然要規範 已經偷空A走了 好我如果放黑膠了 他也不敢說在這邊經營七年啊 那這兩年來如果好他保證經營兩年 這兩年來這些努力賣命的勞空 這些圓空 他情何以堪 未來的明天不知道在哪裡呢 所以說這個問題齁 為什麼國人那麼多關心齁 不管是他什麼中資的背景 或者是怎麼樣的背景 最重要在這個交易過程裡面有沒有透明化 那麼我們有沒有涉及到 在整個我們目前的結構性 面對著將來是整個中資入侵 或是外資進來之後 你港資是不是中資啊 中資外資是不是中資整個一個配套怎麼去管理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啊 好院長 是不是這個問題可以標記一個意見 我想這個交易案齁 剛才陳主委也報告過了 賣主賣發是AIG在美國 他可能美國財政部 對AIG過去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他出很多的資金啊 可能由美國財政部跟AIG去做決定 那我們現在審查 大概他有沒有違法 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今後更重要的 是資產很大的南山人壽公司 他全國財政部 這些資產不要被掏空 不要被拿離開台灣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很注意的 第二個就是他為數甚多的保護的權利 還有他的從業員工的就業的這個權利 是不是有被非法的剝奪或者是削弱 我覺得這是我們政府 這四百萬塊的保護的個資 一個為不違法 第二個資產有沒有被 逃走 離開台灣 第三 保護跟從業員工的權利 有沒有依法獲得保障 好院長 那既然您這樣講 這樣宣示 這是一個也必要的一個政府的措施啦 這也是政府的功能存在所在 好 那我也很奇怪 昨天 你的副院長 副副院長 他又講說 欸現在國內的爛頭症很多 有四兆多的爛頭症 那為什麼國內的油資這麼多 我們 國內的我們的政府 不鼓勵這些油資 來集結怎麼去做一個導向 任由這個爛頭症那麼多 然後也不 鼓勵他們來投資 南山也好 鼓勵他們來投資其他的公司也好 任由這個油資這樣衝刺呢 那要買 這個南山人壽這種標的齁 第一個金額很大 第二個也要有興趣 第三個也要有經營的規劃 那如果國內的油資 都是一般的散戶 沒有人登高一波 你怎麼去取得呢 這個就是政府的功能了 所以這樣問這個 你既然知道有那麼多的油資 那你政府扮演怎麼樣的一個平台 你應該有個方向導引人民 而不是一味去炒作股票 做房地產這樣去做一個比較投機性 短期性的 好 這麼多油資在這裡 那南山是一個資產 它是一個營運不錯的一個資產 它有高達1.4大的資產 有這麼好的一個信用 好為什麼我們不鼓勵 政府怎麼去導引這些資金的流向 而不是一味去炒作 政府對某些領域 我跟院長這邊建議 政府對某些領域也有這樣的計劃 比如說六大新鮮產業裡頭的生計 我們現在有做生計創投基金的計劃 也有國內很多人是建議說 我們政府能不能成立一個 類似外國的主權基金 等於類似由政府、中央政府掌控的 做國際性投資的這個公司 我覺得都還在評估 這都在評估 這不用去想 好 告訴我們還有一個央行的總裁 在那裡 我們稅收短少的2,000公司 一年就給他賺2,000多億回來 還有一個央行的外匯操縮的殺手 在那裡賺的 不然我看市公司的 目前現在舉債的速度 這剛才都在賺口 所以我說 現在主委 現在一樣啦院長 TDR一樣 我們現在用中資進來這邊投資 好 這個 這個 投資也好 將來的很多大公司會陸續 頂薪啊怎麼樣 這些看數都進來了 好 你現在TDR 短短4檔而已喔 TDR 4檔而已 短短這樣4月份到現在已經 融資了90億了 但是看我們國內本土上市的公司內 這11檔 上市的第一上市的 11檔 才30億 還率推 還率推11多啦齁 用這個速度來比較 那為什麼是不是外國來的 中國來的費量 會比較圓 然後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規儀款相政策 我個人是諸多批評啦 因為沒有相關的法規可以管 證交稅法 證交法沒辦法管 公司法沒辦法管 他們對於這些 原本在這邊規規矩矩 沒有脫保到中國投資的台商 本土的台商 他們要上市 還要經過非常大的非常久的一個時間的那個 簽上櫃還有什麼 各方面的一些手續那麼多 但是 投保過去台商回來上市 他只有六個類證券商 跟他輔導就可以了 而且 他所融資的錢可以百分之百轉投資到中國去 台商在當地的台商 當地本土的台灣企業只能有60%的投資上限 差距那麼大 那你將來這個融資之後 或超過之後 沒有對於一個投資者的一個保護 資訊的不公開 你怎麼處理啊 對GDR 你認為這是貨疑返鄉 我認為是 那些公司 我們沒辦法去 整個資訊不透明的時候 我們反而 被誤闖從零 那對於這些善惡投資者 整個錢搭進去之後 不是貨疑返鄉啊 是殺疑入侵啊 這些惡疑返鄉之後 怎麼辦 這些融資全部出去喔 店長 你要怎麼處理 現在無相關的發展 年底還有一波 明年代是整個TDR的一個高峰的時候 對於民間這個融資這個善惡 我認為這些無辜的善惡 會被整個A光了 是不是容許我報告一下 因為跟委員報告 TDR是第二上市 所以它一定要在有一個交易所已經上市了 那目前 所以我來台灣的TDR裡面 不是只有大物來的 譬如說我們有從台湖來的 我是針對中國來的 我清楚 我清楚 針對中國來的 你還講說針對外國來的 你叫美德一啦 新加坡 已經發生那麼大的問題了 金管會台灣還不知道 還是一直狂飆 這真的是金管會 這真的是很大的方向 你處罰是已經一個禮拜之後 但是這個一個禮拜的時候 同步發生的時候 台灣沒有訊息 股價狂飆 好 你美德一的事情 你金管會你在懲處相關 這樣這麼重大的事情 我們的投資者 還像鯊魚一般 還像那個沙丁魚一樣 一直往前衝 結果不知道是碰到一條鯊魚 不是這個案子交易所有給他做處分了 好那你接下來對TDR 對沒有目前政家法公司法 沒有辦法去規範這個部分 怎麼去來補強 不是TDR本身 因為交易所 有要求他所有的那個 該有的季報 半年報 年報他都有 所以他這個對於投資人來講 資訊 跟一般的上司公司一樣 是均等的資訊 是均等的 資訊公開 是均等的 好那你資訊公開 你他的財報 你整個採檢 你怎麼處理 中國這個部分都可以處理 他的GDP都可以 都可以 自己去 不分兼免機 都可以摩子圖粉啊 可是上海交易所 我們還沒有認可 所以現在他 現在來第二次上市 從香港交易所來 從曼谷的交易所來 從南非的交易所來 這個都是他有 那個交易所 已經做過一個審核了 中國以外 就是香港特區 其他的交易所 你們都可以 已經有連結了 但是上海交易所這個部分的資訊 你們還沒有辦法去接受 建議 我們也沒有認可 好這就問題來了 是不是主委 那你現在那邊 你們中國來的資訊 都有問題啦 而且我們官方 還是對他有權益的喔 齁 那你現在來台灣 上市上市 你等於是他 用股票來換鈔票啊 那你同事者 你怎麼去查 這個公司的營運狀態 你怎麼去查 各位報告 上海交易所的股票 不可以來做TDR 因為我們現在 沒有認可上海交易所 我們不是只上海交易所的股票來做TDR 是真的TDR來台灣上市 第一上市也好 第二上市也好 他們公司的營運狀況 才會財快那個簽證的問題啊 他如果叫TDR的話 他一定是第二上市 所以他比如說 剛才講的可能有大陸的公司 他一定到香港要先上市 所以香港交易所一定要把第一關 那就很奇怪了 主委你應該清楚喔 香港的母公司雲峰不動 那些股價都沒有動喔 台灣的已經標了三倍了 你應該很清楚 有某家公司 有某個金交點什麼 欸 香港母公司的股價沒有動 甚至還有盈利是虧的 台灣就有 好 感谢观看